男人让女儿帮她洗澡 还一脸享受 她认为这就是天经地义 女儿在房间里换衣服 她就站在门外偷看 丝毫不顾忌什么是李一脸痴 在外人眼里 男人是一位受人敬仰的神父 是神在人间的使者 代表着神的意志 没有人敢反对她 只有母女俩知道她是怎样的道貌爱人 作为神父 她只为上帝服务 家里的活权由母女俩承担 可无论母亲怎样任劳任怨 都逃不了丈夫的毒打 那天夜里 乔安娜亲眼看到 母亲被带进补仓 褪去身上的衣服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顿无情的鞭挞 可母亲向来都是逆来顺受 不懂得什么是反抗 在当时那个父权社会 这似乎都已经司空见惯 这天乔安娜来了出巢 她以为这是什么不祥的征兆 想偷偷将裤子上的血字洗掉 正好被母亲看到 母亲告诉她 这是长大成人的标志 但母亲眼里也多了一丝顾虑 而此时的父亲就站在远处 从这以后 父亲就时常在暗处观察乔安娜 母亲知道 自己的丈夫对女儿动了心思 于是她鼓起勇气 奉劝丈夫不要违背伦理道德 可换来的却是重重的一巴掌 丈夫表示 这都是神的意志 女儿长大了就要为父亲服务 这是母亲的第一次反抗 也是最后一次 第二天 丈夫便带她来到铁匠铺 为她定制了一副面具 面具锁住了妻子说话的嘴 也锁住了她反抗的魂 而乔安娜非常不理解母亲 为何如此麻木 正是这一番话 击溃了母亲最后的心理防线 她沉默不语 默默转身离取 教堂里只剩父亲刺耳的祷告声 突然 母亲选择在众人面前吊死 这是她无声的反抗 乔安娜知道是自己刚当的那一番话 刺激到了母亲 但她不知道的是 这对母亲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而那禽兽父亲 看到吊死在眼前的妻子 没有丝毫悲伤 反而指责亡妻 这是对神的亵渎 死后将会下地狱 母亲的死 让父亲更加的肆无忌惮 这天 乔安娜在干农活 意外收留了两个受伤的西部牛仔 头发长的叫雪末 头发短的叫多哥 因为害怕父亲发现 乔安娜让他们藏在猪圈里 每天给他们端茶送水 可好心仰不熟白眼狼 多哥竟对乔安娜动起了歪心思 连同行的雪诺都看不下去 于是趁他上大号时 将他吊死在厕所 乔安娜就在门外看着 躲过了多哥 却逃不出禽兽父亲的魔爪 他将乔安娜带到教堂 想要在上帝的见证下与女儿结婚 乔安娜宁死不从 父亲便给他戴上母亲的面具 从怀中掏出戒指 准备给女儿戴上 就在他即将绝望之时 一道曙光照射进来 原来是雪诺 他拿着枪指着父亲 逼他交出面具的钥匙 正当乔安娜打开面具之时 父亲抓住雪诺的手 调转枪头 接下来 等待安娜的僵尸更残酷的噩梦 男人用鞭子狠狠地抽打女儿 无论女儿怎样哭喊 也无动于衷 直到女儿的背上皮开肉绽 这一夜 乔安娜永生难忘 第二天一早 她趁恶魔父亲熟睡 偷偷逃走 她不知去往何处 只知道要远离父亲的魔爪 不知过了多久 乔安娜因为体力不支 倒在了荒野上 再次醒来 她发现自己在一辆马车上 本以为自己遇上了好心人 可知人之面不知心 乔安娜被卖给了一间酒馆 因为年纪小 老板安排她干一些杂活 可是当看到酒馆里 一群花枝招展的姐姐时 她已意识到 这不是单纯的酒馆 这天 一个酒鬼便看上了乔安娜 要她为自己服务 并询问老板价格 正当乔安娜手足无措时 大姐出现 替她解围 只要酒鬼放过乔安娜 承诺这一单免费 酒鬼欣然同意 可完事之后 酒鬼依旧对乔安娜贼心不死 正要对她动手 大姐从背后开枪 一枪将酒鬼送走 这样的后果就是 大姐在众人面前被绞死 从这以后 乔安娜渐渐接受了酒馆工作的现实 在这里交到了好闺蜜丽莎 二人时常会一起憧憬美好的未来 可遭话弄人 丽莎在一次服务中 弄伤了男客人的舌头 在这个酒馆 顾客就是上帝 为了给顾客们一个交代 老板当众将丽莎的舌头割了下来 从此 丽莎再也不能说话 在那个时代 女人的命运就是如此而行 可命运待丽莎也不算某 即使她变成哑巴 也找到了一个男人愿意娶她 正当她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 酒馆来了一位大金主 把全酒馆的女人都包了下来 乔安娜出去一看 发现那人竟是自己的禽兽父亲 看到父亲 她被吓得浑身颤抖 她万万没想到 自己逃了那么远 那么久 父亲还是阴魂不散 尽管乔安娜戴着面纱 可当父亲用手抚摸到她脖子上的两颗质时 父亲确定这就是她苦苦追寻了几年的女儿 而她就是奉上帝的旨意来惩罚女儿 接下来 等待乔安娜便是一顿独的 她无力反抗 哭喊声响撤了整个酒馆 跑闺蜜丽莎纹身赶来 父亲让她滚出去 结果丽莎一刀划在她的脸上 恼羞成怒的父亲 夺过丽莎手中的刀 直接插入了她的胸膛 乔安娜趁机推开父亲 拔出丽莎胸口的刀 将恶魔父亲割了喉 乔安娜知道 自己杀了人 肯定在劫难逃 冷静下来后 她把刀放在恶魔父亲手里 和闺蜜丽莎互换衣服 然后一把火将房间点燃 可是她的噩梦 并没有随着这一把火消失 女人来到一家私人诊所 让医生把自己的舌头割掉 可医生犹犹豫豫 半天都下不去手 女人直接夺过医生手中的刀 自己动手 为了逃避警察的追捕 乔安娜不得不割掉舌头 伪装成自己死去的哑巴闺蜜 从此 她就以闺蜜的身份活着 不久后 乔安娜就与现在的丈夫结了婚 有了一儿一女 一家四口生活在农场 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 但生活也算是滋润 然而 好景不长 平静的生活再一次被打破 这天 全村人在教堂里祷告 乔安娜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转头一看 台上的神父竟然是自己的禽兽父亲 她的脑海里瞬间回忆起父亲的毒打 身体也止不住地发抖 当初的那一把大火竟然没把禽兽父亲烧死 如今 她再一次出现 乔安娜知道 父亲肯定不会放过自己 果然 当天晚上 父亲便找上门来 这是对她的警告 更是一种对她家人的威胁 这一次 她不想坐以待毙 决定与父亲做一个了断 深夜 乔安娜偷偷溜进父亲的住处 掀开被子一看 却发现父亲根本不在 自己中了吊虎离山之际 当她赶回家中 丈夫已经身中树刀领了盒饭 房子也燃起了熊熊大火 自己的美好生活 再一次被父亲毁掉 顾不上悲痛 乔安娜赶紧带着孩子 逃往公共家 马车在挨摆白雪中飞奔 不小心磕到了路边的石头 儿子下车查看 转眼就被远处的父亲射杀 倒在了血泊中 乔安娜搂着儿子的尸体 自己的丈夫和儿子相继 因为自己而死 忍不住失声痛哭 不知过了多久 乔安娜终于抵达了公共家 为了防备禽兽父亲 她就持枪坐在门口 夜里 阴魂不散的父亲果然出现 乔安娜二话不说 见面就是两枪 可都没有打中 乔安娜赶紧进屋查看 发现公共已经领了盒饭 想带着女儿逃 可最终还是被父亲抓住 被绑在了柱子上 猪狗不如的父亲 就要当着乔安娜的面 侵犯她的女儿 显然她是低估了一个 母亲互毒的决心 只见乔安娜挣脱绳子 操起一旁的煤油灯 丢向父亲 父亲瞬间被大火吞噬 这一次 乔安娜终于记起来补刀 举起猎枪 薪酬救恨一起算 这一刻 禽兽父亲的罪恶 终于被终结 电影的最后 乔安娜被警察逮捕 看着岸上聪明伶俐的女儿 她欣慰地笑了 转身跳进湖里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也结束了自己的苦痛 对她来说 这何尝不是一种解脱